这只雌狮正在不停地围绕着雄狮打转 你肯定好奇它这是在做什么 那可能是你没有看到过狮子的求偶行为 雌狮这是在追求这只雄狮 它表现得很可爱 但雄狮对此似乎不太关心 不仅仅是人类 爱似乎对其他的物种来说也很艰难 其实无论雄狮还是雌狮都会进行求偶行为 但雌狮通常会邀请雄狮通过脊椎前突进行交配 脊椎前突是个脊椎弯曲 也许是雄狮累了 毕竟一只雄狮一天可以交配100次 也可能雄狮只是对这只雌狮没那么感兴趣 在它们交配期 雄狮通常会轻轻地舔雌狮的脖子 后背或者肩膀 在交配期间 雄狮和雌狮可以保持这种疯狂的行为4到5天 然而实际的动作只持续了大约17秒 反过来 雌狮会用力地咬雄狮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雄狮的生殖器是有突刺的 当它收回生殖器时 雌狮就会受伤 所以它咬雄狮报复 这是造物者的神奇 出现突刺是有原因的 引起的刺痛会引发排卵 这样雌狮在交配后就能怀孕 不过这整件事并非没有浪漫可言 在交配的间隙 这对伴侣会躺在对方身边 或者一起走一小段路 在交配过程中 雌狮经常会发出响亮的咕噜声 雄狮和雌狮都是很开放的 它们都与其他的狮子交配 这就意味着 同一窝的幼崽通常有不同的故事 这是大自然试图保护幼崽的方式 毕竟雄狮在对幼崽是不具备什么感情的 事实上 雄狮经常杀死它们 不过 如果雄狮认为幼崽可能是它们的 那么它们杀死幼崽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在一些狮群中 多达80%的幼崽会夭折 杀死它们的不止年轻的雄性 有时候是狮群的结构作成 因为幼崽在狮群中的地位较低 它们有时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 而强壮的雄狮和雌狮会先进食 猎人们经常选择射杀占统治地位的雄狮 这可能会给未来削弱狮群的基因 所以在统治地位的雄狮被杀死后 基因较弱的雄性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也使得新生的幼崽的基因更弱 当这种情况代代相传时 你可以想象它对狮子的力量和健康的影响 幸运的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些国家已经禁止堵杀蛇子 这真是一种疯狂的事